那一天应该是小的情侣吧 看他们刚刚打打闹闹的太好玩了 哈喽 哈喽小哥小姐姐 你们是情侣吗 对啊 看不出来吗 我们是一个街头台房 上电视吧 上电视 你们今天是出来玩吗 对 出来遛狗 遛狗呢 狗呢 对啊 我发现你很喜欢埋太太 咋是亲妈是爱 她爱我就要多损我 哪里可以说我爱你了 我有点受伤 这样子 要不要考虑来参加我们节目啊 要不要来 参加一下 有大奖啊 什么大奖 iPhone13要不要 可以可以 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 来说我爱你我爱你 我们试一下音 我爱你我爱你 我不爱你我爱你 两位可以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 她叫妮妮 我叫香香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读大一 那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那时候都是一考生 很巧就是我们不在一个考场 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她 然后就哇塞真的帅 后来我看她上车人不见了 但是我拖拍她了 然后我发了朋友圈 然后结果是我朋友的朋友 然后后来一开始她不给我微信 男生你这么难搞啊 我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我 她现在拒舔 你们两个第一次约会是在什么地方 约太多了 让我想想 第一次 迪士尼 你们两个平时都怎么互相称呼对方呢 逆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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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男生的小名字 因为她名字最后一个是星字 然后在温座化星就是香的意思 可是她真的很臭 你们不要互相dass吧 那你们两个第一次亲亲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在起的第一天 亲完就再一次了 亲了 那到底是什么亲的 我就直接抢问她了 能不能给我们情景再献一下 好嫌弃啊 干嘛我抢问你啊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 哇 那男生 我就是被压制的那一方 很不情愿吗 非常情愿 好兄弟 男生你现在敢抢吻她一下 敢啊 男生鼻子都算红啊 没有没有 好坏啊 好坏 那我接下来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回去之后可以给你们身边的朋友推荐 暖聊APP 暖聊有特别多实用的功能 不价可以找到夫妻向的异性 还有针对不太会聊天的兄弟设计的话术搜索功能 当女生发消息来的时候 直接复制消息就可以搜索到各种高情商的回复 从开场白到约会的各个阶段都有 好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情侣游戏呢 摇饼干 谁先吃完谁赢了吗 不是要留下一厘米的时候不能轻轻到哦 有信心吗 没有 没有 都不玩了 来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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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